圣经在这里正道 我想感谢神让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小优大书》里面的一些教训 这是我被教父的一个任务 《小优大书》它只有一章 但是里面就许多非常珍贵的道理我们可以从中来发现 这本数据主要讲到内容就是如何要保守自己不要被错误的教导所影响 这个书应该差不多在公元祖后六十五年左右写的 它是犹大写的 我们可以读第一节 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 我们知道这个犹大 这个在英文 中文是同一个名字犹大 英文的Jud跟Judas是同一个名字 他是主耶稣的兄弟 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书的十三章 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书的十三章 我们如果看第五十五节 马太福音书十三章的第五十五节 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尼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这是同一个犹大 所以在犹大书的第一节讲到他是雅各的弟兄 我们也可以看马太福音书的第六章 马太福音书的第六章 我们看第三节 第三节 第三节这不是南木匠吗?不是玛尼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展秀吗? 他卖民们不也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延弃他 所以对马可来说,他也知道他讲到这里有大 所以对马可福音书的作者马可来讲,他也知道这个Jud,就是Judas他们是同一个人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个经文分段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个经文分段 我们看回来犹大书 那第一节跟第二节只是问候的话语 那第三跟第四节那些信主的人他们被劝诫要为真道来争辩 那原因这两节讲得非常的清楚 那因为这些信道的人他们已经得到了这个真道 所以他们不要让这些信仰被败坏掉 所以我们知道那些异端可以让这些真道改变 所以我们要为真理解力的争辩 我们之后会更多的来谈到这一点 那从第五节到十一节 这里犹大他举了旧约中很多的例子 那也讲到在末日会出现的一些假的教师 所以这是圣经要给我们的一些警告 所以我们要非常地警醒 所以我们要互相地来看我们来彼此之间要提醒 所以我们不会被撒旦的诡迹所骗 所以我们不会被撒旦的诡迹所骗 在十二节到十五节这里讲到那些假先知他们会做的一些事情 然后还有这些会带来的后果 那这个当然他们所做的根据这经文讲就是最后他们会货临到他们身上 我们也看到当他们与神的教会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会对这个神的身体会产生很大的一些破坏 从新约我们也可以看到有许多人因此离开了真道 那第十六到十九节 也讲到这些人也讲到这些人的一些行为 也讲到这些人的一些行为 然后第十四到二十三节 这里就讲到这些信主的人 我们如何可以胜过这些假的先知、假的教师 最后几节讲到神祂能够做什么 我想我们读一下第十五节 我想有一部分中文并没有把它翻译出来 英文的第二部分讲到神只有神祂才是有智慧的 当我们一靠神的话 我们就可以靠着神的智慧来胜过这些假的先知们 所以是靠着神的能力、靠着神的智慧我们能够胜过这些假的先知们 所以这个是很简短的对犹大书的一个说明 所以可能这一节还有下一节我把重心放在第一到第四节 所以我们现在读第一节 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 所以我们可能会察觉到这个犹大书没有说自己是耶稣的兄弟 但是他却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当然在诺体上来说他是耶稣的兄弟 到了那个时候 犹大书很清楚地知道耶稣就是真神 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我们就会知道 其实耶稣的家人一开始他并没有相信主耶稣 但是之后尤其是这个犹大 他认识到主耶稣就是神 所以这里他讲到他只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但是同时他是雅各的兄弟 我们知道这个仆人有这个奴隶的意思 代表说他愿意屈服、臣服在主耶稣的权柄之下 我们在犹大书可以看到一些我们可以依靠战胜这些虚假的教训 有些魔法我们可以靠着来战胜这些虚假的 那这个犹大他被给予很大的智慧能够暴露出这些虚假的 因为从一开始他就非常的谦卑 他把自己只看作耶稣基督的一个仆人 所以他愿意让神来带领无论带领任何的一个方向 我想我们可能都很想来服侍神 我想这是可乘顺的,这是好的 但是首先我们要有这个谦卑的灵 我们知道服侍神并不是想做我们想要做的 而是要做神祂的旨意 如果我们只是想做自己想做的 我们会在教会里引起许多的混乱 如果我们从心里愿意顺服神的话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见神要我们做的 我知道没有人可以看清楚人的内心是怎样 但是神祂却检查每个人的心 当我们谦卑自己,神祂一定会带领我们 所以当时尤大他能够暴露出那些人当时假先知所说的这些事情 有些人说尤大他的这些很多想法都是抄袭彼得的 因为如果我们把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三章跟尤大书来做比较的话 我们会发现许多相似之处 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都是神的灵祂所启示的 所以讲尤大他肯定是当时受到了圣灵的感动 所以才写下了这个尤大书 但是从第一节我们就可以看出尤大这个人他非常的谦卑 我们每个人都想成为绝书的仆仁 我们想神都可以来用我们,让我们可以来服侍祂 然后我们看第一节的第二部分 写信给那被招在父神里门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 所以这里方译中文跟英文方译上还是有点区别 在英文第二部分是讲到被神所洁净的 但是在中文是讲神所门爱的 我们知道门爱这个字眼在犹大书出现好多次 写个例在第三节 第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囤得救恩的时候 我们看第十七节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记得我们主耶稣基督使徒之前所说的话 第二节 第二节 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需要在自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 每次当犹大他想要鼓励信徒的时候,他都会开始说,亲爱的弟兄啊 所以代表他跟当时的弟兄们的关系非常的亲密 我想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关系 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的话 我们会发现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是非常的可爱可亲的 因为我们是同一个灵所生的 我们得到的是同一个灵 那我们有同一个信仰 我们都得到这个能力,让我们能够互相的来亲近 所以我们互相之间可以称为弟兄姐妹 因为在主里我们真的是一体的 所以在我们之间,让我们之间不要有任何的距离 如果弟兄姐妹之间有距离的话,代表我们与神之间没有很亲密 所以我们看回来第一节 那写信给那门被招的 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搜索,发现说被招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为什么会被招呢? 为什么神要招我们呢? 我们可以看几个经文 我们可以看哥林多的前书 我们读第一节 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 我们读第九节 第一节 第一节 神是信使的,你们原是被祂所招,好与祂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这里讲到我们被招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我们与神团契 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这里团契的时候,并不只是诺体上的团契,我们在灵里面也是一同团契 因为神的灵在教会里 因为神的灵在这里,所以我们这里的团契跟外面,我们跟朋友间的团契是不一样的 我们团契的中心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当我们聚集在一起团契的时候,我们聚集在一起谈论神,谈论神的话语 这样子我们在信心上就会一起成长 这样的团契可以让我们在属灵上一起成长 在属灵里,我们会得到益处 所以我们被招 我们被招与主耶稣一起来团契 我们看加拿大书 加拿大书的第五章 我们读第十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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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兄们,你们门招是要得自由 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泛纵情欲的机会 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保罗这里告诉 帝兄们,门招是要得着自由 有一个问题我们要问 这个自由是哪里来的呢? 我们可以看第一节 第五章的第一节 基督示范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地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 所以这个自由是从基督而来的 主耶稣赐给了我们 自由代表我们不再被任何的恶所挟制 不被恶挟制 代表我们不被罪所挟制 我们要明白这里讲的自由跟世界上所谈论的自由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被告诉说 我们有权利做任何我们想要做的事 没有人能够侵犯你的权利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是非常的败坏 因为这个世界上并不明白在主耶稣里面的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只能在主耶稣里面才能找得到当我们离弃罪恶保守在主耶稣里面的时候 所以看回来第13节 这里保罗告诉我们门恩是要得自由 所以保罗这里非常小心地讲这个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自由并不是为了肉体 这个世界讲的自由是为了肉体所讲的 我什么都我可以做我想要做的 任何事情 可以来满足我心里所有的欲望 但是圣经就告诉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欲望 这里讲到 用爱心互相服侍 我们知道互相服侍不是简单的事 要用爱心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基督里一同地成长 我们在神的面前就会越来越成熟 这是世界上所没有的自由 但是教会在基督的身体里 有时候虽然看起来有所失去 但是用这样的爱我们就可以一起地成长 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提供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门招校的这个自由 这个自由是非常宝贵的 我们说这个是非常圣洁的 因为这个自由能够帮助我们成长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用爱心来互相服侍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失去了神祂给我们的自由 因为在教会里我们应该可以互相用爱心来服侍 因为我们是属灵的而不是属着世界的 相反的,当我们看到犹大书里面所讲到的那些假先知们 我只想举个例子给大家看 我们看回来犹大书 我们看第16节 我们看第16节 第16节 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 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 而不是随从自己的灵 他们被自己的情欲所限制 他们没有那些主耶稣基督里有的自由 所以今天我们非常的幸运 我们被招得自由 靠着这个自由我们可以用爱心来互相服侍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自由 我们可以在家里、在教会里或者在工作地方都可以看到爱 那这个自由能够让一个人不仅仅是一直想到自己而已 这个跟这个世界上所讲的自由非常的不一样 这个世界讲的是个人的权利 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信仰的社区 我们讲的是牺牲 我们知道用爱心互相服侍是一种牺牲 我们在教会里可以看到许多牺牲的一些动作 为什么有些信徒他们愿意为了主牺牲了那么多 因为他们已经从神那里得到了自由 他们已经挣脱了这个肉体的捆绑 所以他们有这个自由让他们来服侍,来去爱 我们可以看一下《以弗所书》 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 我们读第一节 我们读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用和平彼此联络,劫力保守圣灵所赐何而为一的心 这里讲到我们行事为能,要与我们造的恩相称 我们如何被造呢? 当我们看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知道祂为了要完成救恩 我们可以说祂完全地展露了神的美德 这是我们如何门招的 就是凡事谦虚、温柔 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这个就是基督祂为我们所做的 因为我们是这样的被绝书所造 所以我们要活出绝书在十字下为我们所展露的这些美德 我只是想提一点 我们看一下菲利比书 菲利比书的第四章 我们读第五节 第五节这里讲到千难 当教主能知道你们千难的心,主已经尽了 我想大家可能当中很多人是读NKJV这个版本 我们看这个小字 这个注解 这个Gentleness是什么意思 那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感恩的心 恩慈 第二就是要忍耐 第二就是要忍耐 这个有恩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这是能力的天性 当一个人对我们有恩慈的时候 所以我们对那个人也会有恩慈 如果你对我好的话,我也对你好 但是如果有人对我们不好呢? 那我们应该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那我们应该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所以当我们被不好的对待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温柔的心的话 那我们的反应应该是有恩慈的 有时候当我想到这个恩慈,我会想到这个枕头 我会有恩慈,我会有恩慈 你知道,放在我面前的话 当有人打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但是如果我们面前没有一块枕头,有人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受伤了,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恩慈就是像这个枕头一样保护我们的心。 一个人可能对我们不是很好,但是我们的反应,我们可以用恩慈,还是可以用恩慈带这个人。 我想这个就是主耶稣如何一直地对待我们,这也是祂来召我们,如果我们看自己的生活,我们一直地犯罪来得罪祂, 我们让祂伤心,但是当我们掉头向祂祷告的时候,神却很乐意地接受我们。 所以主耶稣基督对我们非常地有恩慈。 然后讲到忍耐。 所以当我们并不是很好的对待的时候,我们要忍耐,我们要忘记。 因为我们竟然被决书恩招了,这个是我们要去得到的一些品德。 如果我们,当我们彼此间互动没有这个千难的心的话, 那我们就非常,很难地在信仰里能够合而为一。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合而为一。 我们都想一起能够站立地稳,来面对撒旦的攻击。 我们要从主耶稣身上的美德来一起学习。 我们要除去这个肉体的一些工作。 让我们能够完全地从圣灵那里得到力量。 也得已经想到的。 贼了。 已回了安全。 我们愿着买上好 Nanonan. 休息十分钟